五十平大的空间是屋主为了退休生活量身定制 宽敞厅区以两扇玻璃拉门激发美式风格宅的丰富变化性 在今天的节目将教大家三个重点 打造充满日光与分多金的退休宅 我们会先介绍如何透过两扇玻璃拉门 固化客厅 餐厅与书房关系 接着解析设计师如何将收纳机能妥善安排在各个机能空间 最后了解如何透过美式风格元素混搭古典设计 并与色彩调和创造舒适自在的退休宅邸 五主一家人为了退休生活做准备而购入50平大的新城屋 携带在宽敞舒适的高领域能招待亲友 也能拥有自己安静独处的角落 设计师依结构良重做空间规划 开放式厅区以两扇玻璃拉门作为书房清格间 必合时书房隐私性提升 却依然保佑采光与视线通透感 收起后公共区域空间感大增 书房的烧纳也可以与客厅混用 床面卧榻成为客厅之外的私人休息运进与临时客房 视线也可以直接穿透到厨房中保 油画客厅书房与餐厨空间三方关系 为维持良好的空间感 在收纳柜体按比例规划在不同区域 房镇的旋关落成区设计砍入式鞋柜 并用板材打造可收拾穿通的穿鞋座椅 客厅不做大量体收纳柜 仅利用结构住的厚度砍入门片收纳 收房则收纳墙搭配造型矮柜 墨大下方也有抽屉收纳 让屋主的杂物以及收藏能展示在此空间 墨室同样也将收纳藏于墙面 保持墨室的宽敞感受 以美食风格为主体 别是强以素杨的基底 搭配美食线板做比例风格 让第一式柜与墙面形成和谐的设计 空间内的柜体门片也以线板装饰 玻里拉门的格装造型搭配白叶窗 透过对峙设计全式典雅设计风格 特别在美式元素中混搭些许古典装饰 从腰墙设计到矮贵的门片花纹 还搭配文化石墙 并在白与浅贵的基调中 点缀木兰迪灰蓝和楞绿 抽取不同风格的经典元素 混搭出气质出众的美式风格宅 从公共区域最大化的概念出发 应用两扇玻里拉门取代传统格间 在开放与封闭之间 找到最好的诠释与会 构设计总监杨子银 运活运用活动格间 不予宫里面更多弹性 更优化室内采光与动线 在收纳规划上也紧扣着空间感 不以凯入式设计规划出物空间 并运用美式线板在立面上 做出恰到好处的设计 不会让货予繁杂的装饰 影响空间的舒适性 打造一个能让心境慢下来的空间 细细品味生活中 每个时刻的退休居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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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